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历史上真的有这么一个心肠毒辣的妖姬呢 苏达吉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 史书国语记载 达吉是商朝有苏氏诸侯的女儿 周王讨伐有苏氏 他就把自己的女儿献给周王以示归顺 根据殷商出土的甲骨记载 商周王暮年好酒色却有其事 但从来没有提到过 周王为妇人之言是听的言辞 更何况 苏达吉是在商朝灭亡前一年才成为妃子的 两人相处不过一年时间 达吉充其量 只能算是商周王晚年生活的伴侣 把一切劣迹都归于达吉一人身上 实在是很可笑的 而关于达吉种种罪行 比如笔竿的死 春秋时期的文献还只限于笔竿见而死 跟达吉没什么关系 到了战国反倒丰富起来 屈原说他被头水淹死 吕不为的门客说他被剖心而死 但这时的故事里仍然没有诉达吉 直到司马迁的史记才说 达吉想看圣人的心是不是蹊跷 才怂恿周王把他剖心残杀的 怎么越到后来反倒细节越丰富了呢 恐怕是文人们激扬文字 难免加工演绎以和传额越传越极端吧 但凡王国一定有一个蛇蝎美人 祸国殃民 下代莫喜 周朝包四 唐代杨月皇 帝王昏庸无能 非要找一个女人来背黑锅 所谓的红颜祸水 不过是男权社会的一块遮羞布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